如果急性積聚太多 人嚴重起上來可以昏迷、休克 當然主觀上可能呼吸很辛苦 是有很高死亡風險的 所以如果嚴重慢了肺病、發作的病人進到醫院 在以前沒有這類呼吸機 要插上喉嚨甚至治療部 又很難把喉嚨拔出來 現在有一些用面罩的呼吸機 有二氧化氮積聚的病人進醫院 大概九成或九成以上都不需要插口 用一些無創的正氣壓呼吸機 都可以幫到他們 現在桌面是一個家用式無創的正氣壓呼吸機 現在這一類呼吸機 一來就不一定需要在醫院使用 即是有些微型的好像這個一樣 在家裡都可以用 它的大小好像一個餅乾罐那麼大 也不會太阻擋 也很輕的 它是用插電的 然後透過一條喉管 然後用面罩 將一些新鮮的風氣 加進入病人的肺部 希望有效地驅除這個二氧化碳 那哪些病人需要用呢 就是當它是去到晚期的慢肺病 嚴血發覺它的二氧化碳持續高 用完藥都效果不明顯 我們會建議它用這一類的呼吸機 它不是經常用的 通常是晚上睡覺的時候帶著用 日常可以脫下做它日常需要做的事 就不會太阻礙它日常活動 只是晚上的時候需要用 不戒煙當然是很不理想的 有幾個風險要知道 其中一個就是 年紀大本來我們的肺功能 都會逐年衰退 外國有些研究說 有一個指數叫做 一秒鐘能夠吹出來的氣量 這個指數 每年會跌25毫升 25毫升 這個是跟年紀的頹化 如果一個人吃煙的話 這個指數會暴跌4倍 即是說 可能每年按年下降 100毫升都不一定 意思就是說 你的肺功能 本來年紀大都可能會差一點 你吃煙的話 是每年以4倍的速度 微露鮮衰的跌下去 你跌得越多 你越容易出現氣速 甚至呼吸衰竭的情況 除此之外 吃煙還有其他影響過病 其中一個就是 有癌症的風險 患了肺病 的病是比一般其他人士 患上肺癌的機會高的 部份是因為吃煙的原因 但他們患了肺癌 又很麻煩 因為你的肺功能不正常 你想割清它 他都未必有條件去做 因為身體不好 或者電療 也好 個人的治療 都會加劇了痛苦 而且療效不太好 還有 如果一個病人 在家裡用氧氣 他有吃煙的 氧氣是助燃的 會引起家裡火災 很大件事 所以 慢了肺病的人 是鄭仲耀和女黨 是真的必須立刻戒嚴